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6号的观点侠新闻 我是陈慧玲 我们的新闻除了会在频道播出 加入观点下粉丝页 在我们的右下角QR Code可以扫描 一样可以观看观点侠新闻 新北市的国小学生有福乐 由新北市教育局所举办的 艺术满城乡活动正式起跑 而首场就在市政府 还有国立戏曲学院木榨校区热闹登场 演出是邀请了南墙工商表演 再见小王子巨马 而活动今年是分为五区 共展演44个场次 活动期间是一直到12月14号为止 一块去了解 一层满城乡活动正式起跑 今年分为五区 分辨由南墙工商表演 再见小王子巨马 林明技术学院演出婆婆三历险记 中介公家演艺科学生 表演美女与演兽等市场戏剧 共展演44场次 教育局表示有些孩子可能会曾在正式的舞台上欣赏戏剧演出 艺术满城乡活动 安排学生在演艺厅欣赏艺术表演 透过指导小朋友剧场的基本礼仪 也亲身接触艺文活动的目前幕后 培养学生艺术欣赏的兴趣 让艺术教育就在你我生活中 艺术对一个人的人生很重要 我们希望是艺术及生活 生活有艺术 所以透过这样的过程之中 让孩子去接触不同的艺术领域 他喜欢音乐 喜欢美术 会喜欢戏剧 那未来可以成为他一辈子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可以从这边让孩子体会到艺术之美 艺术满城乡活动期间 自吉利奇一直到12月14号为止 就在局也表示 全市师生约有三万五千人 都能欣赏到大型的舞台剧表演 寓教娱乐 借分享四众报道